光复乡从2015年起以每两年一度的方式 重新推办全民运动大会成效卓主 今年乡公所为了慎重启示 特别邀请各村社区部落以及乡体育会召开筹备会 其中针对赛事项目制定与规划 除了田径赛事之外 另外也安排了区位竞赛 期盼全乡的每一个人都能够来参赛共荣 获得大会一致共识 一分钟而已哦 什么样的运动项目让乡内老少都可以一起来参赛 乡运筹备会上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提出建议热烈讨论 你今天有报名就一定要来不一定要 可是一定要是你们村里面的人 这你们村里面的人 我们报名是报名之后我们要做手册 可是比如说阿宁都三十个来了 十几个不够 阿宁只有几个都乱掉了 除了球类以及田径赛事 规划设计的四项去为竞赛 乡运裁判团也当场示范 让与会人员更加明了 两个一个放好 这边还有一组 三个 也是三个 还有一组也是三个 完毕之后呢 收起来 放下一组 对 这边也是弄 结束 就折返回去 光复乡培育许多国家运动人才 乡长领清水相当重视 首任乡长时就重新办理了 睽违15年的全民运动大会 之后也以每两年举办一次的方式来推动成效卓注 今年适逢相遇年度 这一次就特别规划老少咸宜的竞赛项目 提升大家的参与度 14个光复乡 14个村 然后我们请总裁办把比赛的项目都弄出来了 比如说4个气味竞赛 另外有八尔 另外4个田赛 总共大概10个 然后田赛部分可能就是 取各村的自由报名 然后气味竞赛每个村都要报名 希望可以用光复乡 印度风气也好 各村民的活动方式也好 可以进一步来提升我们的运动精神 经过乡运筹备会的讨论 包括田径球类以及区位竞赛 竞场啦啦队表演等等的乡运活动竞赛项目都大致得定 各村村长代表也开始招兵买马 摩拳插掌 要在11月19号两年一度的乡运活动盛事中大显身手 记者是玉兰 光复采访报道